华南虎 华南虎是我国一级保护动物 目前一代的华南虎已经灭绝 但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湖南 尤其是在瀕阳县 华南虎却是氾烂成灾 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据粗略统计 近1902年 磊杨县被虎咬死108人 伤食人 咬死更牛四百六十头 生猪五百三十头 可以看得出来 护化是非常严重的 为了维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当地委派了一个 叫做陈其邦的打鼓大师 让他主舰专门的打鼓队 致力致意严重的护化 陈其邦29岁开始拜师打鼓 在全国很有名气 在接到政府打鼓的委派后 当时已经六十多岁的陈其邦全家 都搬到虎报出没最为频繁的龙山 培训打猎队员 根据自己四十多年的打鼓经验 陈其邦总结出了三种非常有效的打鼓方法 并且将这些方法传授给打鼓队员 并开始实践 据后来统计 1952年到1958年底 打鼓队在磊阳 安然 永青翻线 共打死虎报 138头 野猪 198头 还有一些其他害受不计其数 打鼓队员也从最初的11个人 增加到了50个人 到1958年底 湖南翻线的虎患已经基本消灭 此后 陈其邦的打鼓队 又赴园林等地 传授打鼓经典 帮助当地消灭虎害 因为打鼓功劳打 陈其邦出席了全国劳谋大会 还被授与打鼓英雄称号 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不过 回想到现 在华纳谷成为了一级保护动物 陈其邦老人 要是知道后 不知他是什么心情